木秀决定,这些三七还是留着以后家人用,等过些日子,去送咸菜的时间,打听一下药材市价,他拿出来钱分给陈旭辉。 虽然这片三七是木秀发现的,但是如果不是陈旭辉带他进来,他也不可能找到的。 木秀放了一半在空间,剩下一半放入杯筐里,站起来四处张望一番,陈旭辉还没回来。 他就在附近看看,没想到竟然又发现了一大片的野君子。 树底下的香菇,猴头菇,蘑菇比外面多了许多,也很大。 他趁着陈旭辉不在,赶紧边摘边扔进空间,速度很快,一会儿就把这片野君子摘完了。 木秀,陈旭辉返回,没有看到木秀的身影,急忙低声呼唤道, 陈大哥,我在这儿。 木秀从树的后面绕了出来,今天运气不错,又发现一窝兔子,走,咱们捉兔子去。 陈旭辉拉起木秀,就往远处奔去。 俩人一直到下午四点,才从山中出来,这次收获也是满满的, 两个人在杯楼里都装得满满的,手上还拎着布袋。 今天还去我家吃饭。 木秀拿着这样多的东西,心情很好。 陈旭辉想起昨晚的兔肉,口中拒绝的话咽了下去,他实在是抵抗不了美食的诱惑。 更何况,今天又抓住了三只兔子。 上一次兔子,陈旭辉可是跟踪了快一周才捉到的,这次真的是碰巧了。 朱水莲本来看天色晚了,木秀还没回来,在家里急得团团转。 这会儿,看到木秀回来,长舒了一口气迎上去,围着他转了一圈,仔细打量。 娘,我没事儿。 木秀好笑地说着,陈旭辉则是投来羡慕的目光。 如果他的亲娘还在,想必也会这样担忧和关心她吧。 只可惜,他永远没有了亲娘的惦记。 木秀抬头看到陈旭辉的目光,心中不由一软,真是个可怜的孩子。 来,陈大哥,等我把果酱炒好,你带回去吃。 木秀拉起陈旭辉的手,就进了厨房。 俩人把背篓都卸下来,陈旭辉拎出布袋,对木秀说道, 我去杀兔子,今天三只兔子,足够咱们吃了。 兔子肉好吃,只可惜不好抓。 陈大哥,等等。 木秀忽然脑中闪出一个念头。 怎么了,我想试试养兔子,如果能养成功,以后就能很容易吃到兔子肉了。 木秀越想越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陈旭辉听了木秀的话后,他伸手在布袋里把兔子都抓出来看了一遍, 最后拎着一只兔子的耳朵,剩下的两只兔子交给了木秀。 这是一公一母,你就养养看。 这两只兔子多少钱? 木秀急忙问道,不要钱。 陈旭辉直接推口而出。 你打猎也不容易,这兔子我不能白拿。 你也帮忙了。 如果你不说,下次我就不带你上山了。 陈旭辉听到木秀这么说,他觉得心里很不痛快。 木秀看到陈旭辉脸色有些不好看了, 他值得说下,心中却打定主意, 以后这些随着要浅一起布给他。 就这样,木秀把救命果一半炒了, 一半放好当水果吃, 给陈旭辉那份也同样是做好放入他的杯框里。 木秀看了下,家里的糙米也不多了, 于是熬了玉米面稀饭, 探了十几张粗粮大饼子, 连带着一大盘子的江崽兔, 还拿出来一叠已经做好的辣白菜, 一同端进了堂屋。 陈旭辉又是像昨日那般风卷残涌, 把饭菜一扫而光。 木秀,这辣白菜怎么做的, 我第一次见到。 这是我做的咸菜, 一会儿给你装点带回去吃。 木秀收拾着碗筷说道, 陈旭辉惊讶地望着木秀, 真没想到他什么都会做。 在木秀整理东西的时间, 陈旭辉将木秀家的水缸也打满了水。 陈大哥,东西都装好了。 木秀将装好东西的杯楼拎了出来。 那我走了。 陈旭辉背上杯楼就离开了。 木秀关上门, 撒了一把菜叶, 就去院子里看兔子去了。 刚才, 他随手把兔子扔进了猪圈里。 这会儿, 李叛帝正蹲在猪圈外面, 兴致勃勃地看着猪圈里的两只兔子。 二姨, 这兔子真可爱。 李叛帝看到木秀来了, 他指着猪圈里的兔子开心地说道, 嗯, 兔子不仅可爱, 还很好吃呢, 以后等小姨给你做很多很多好吃的兔子, 好不好呀。 木秀对着李叛帝温柔地说道, 好。 李叛帝想到兔子肉的美味,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木秀仔细打量着兔子, 这是两只灰棕色的野兔, 一般兔子每年可以繁殖三至四窝, 每窝至少二至六只。 平日里喂养青草或者菜叶就可以了, 非常的好养。 就是兔子太臭了, 不过到时擒打扫就好了。 想到小兔子几个月后也能生兔子, 兔子数量很快就会上来了, 到时候可以做麻辣兔丁和麻辣兔头了, 木秀就止不住地想流口水。 秀,香菇都收拾好了。 等到木秀再回到厨房, 周水莲指着厨房大竹筐里 放着的一大筐香菇丁对他说道, 今天我又摘了一些香菇, 待会收拾下应该够了。 木秀今天的收获丰富, 放在那边, 你今天辛苦一天了, 明天再收拾。 周水莲心疼地说道, 不行, 明天怕香菇不好了, 做起来很简单的, 一会儿就好, 你们又帮不上什么忙, 先睡吧, 明天我可是要好好睡个懒觉的。 木秀打算就用今天的新鲜香菇 混着泡发的香菇赶紧一起做了, 不然回头做起来, 又要跟他们解释各种调料怎么来的。 可是, 好了娘, 东西都已经收拾好了, 修要做就让他做吧, 明天要让他睡一天。 木小草本想学学的, 但是看到李潘帝打了个呵欠,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于是只能做罢, 想到等下次再学。 是啊, 娘, 你看小花也要睡了。 木秀指了指正在揉眼睛的木小花, 周水莲于是只能点头同意了。 等到周水莲和木小草带着孩子睡了, 木秀将今日摘的香菇拿了一些出来, 洗干净了瀝干, 然后切成小丁, 混入竹筐中。 水莲和木小花也要睡了,